I like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I like 胡思乱长 I like 103A Radio 陪你累积心灵财富 帮你创造未来幸福 无罗权邀请你一起 没事来哈拉 欢迎继续回到中国流行网 收听没事来哈拉 不论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保险啊 业务啊 个人品牌啊 小商店啊 面店啊 乃至于中大型的企业都一样啊 今天是我们网络行销大师 牛奶爸来教大家 因为他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奶爸我们认识几年了 七八年了吧 更早 2010年到现在 你知道我记得年份吗 九年了 好可怕 我们就看到他 本来那时候小孩就已经 不是那么那么 那么嗷嗷待哺的年纪 可是现在看到小孩都已经 现在念大学了吗 高中 高中了 高中了嘛 所以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他越来越专业的同时呢 居然还维持了一个 刘德华的年轻的外表 尤其是最近出版的影片 大家在YouTube上面去搜寻一下 这个人真是帅到不行 等一下最后一段有机会 要来聊聊 他的照片如何被拿去 诈骗集团应用来 作为诈骗的工具 不过我们来回到今天的主题之一 就是2019年网络行销的最新发展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第一个就是YouTube的新奇 第二个呢 还有呢 还有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真的都跑到IG去了 对 Facebook他们不用啊 因为家长会看见 亲友会看见 所以他们宁可用IG 那IG它的隐私性比较高 它不是完全公开 那他们在group里面去联络的话 像同班同学啊 或者是他们同才啊 他们都喜欢用IG 所以如果是要打入年轻人的族群的话 35岁以下的产品 很适合 就在IG去做广告 或者是在IG去贴美美的照片 这是IG的强项 可是IG哦 牛海爸你觉得 就是是不是都是以图片 就下面那些文字到底有没有人会看 文字很少 大部分都是用图去吸引 所以其实还是要一张美美的照片 就是一个关键的message 一个key message 你长篇大论其实是没什么 大家也没什么耐心看 最好是直接把你的keyword的文字 直接打在那张照片上面 让人家一看到图就知道 你重点要讲什么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 一幕看一句这样 也不用期待他点进去 看多少的东西 如果是买广告的话 就是期待他们点进去 因为广告的话 他可以hyperlink做超连结 你不管那是影片或是一张图片 点进去都可以连到 你自己要指定他去的那个网页 就什么来去逛逛 下面的箭头嘛 我是不是听说IG跟Facebook 其实是同一家公司 因为已经被Facebook买走 被merge了 还有其他的2019年的趋势 Line Line的Lineat在2015年那个时候刚出来 然后今年4月18号已经升级成Line 2.0官方账号 所以他的功能已经进化了 那他的费用 群发的费用也调高了大概四五十倍之多 所以这个是大家现在商家比较上脑筋的 就是升级之后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除了听我们节目之外呢 请去网络上面 你给我那款影片是公开的吗 还是要付费才看得到 那个是我是公开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寻 来告诉大家搜寻关键字 你们只要找Lineat网络行销 不管你是在Google上面找 或者是在Line里面去搜寻 Lineat网络行销都可以找到我的资讯 还有YouTube啊 那个影片在YouTube上面的嘛 对对对 对不对 那我们已经可以进到Lineat的讨论了吗 可以啊 还是你可以了吗 好你刚才讲说Lineat的这个群发的功能改变了嘛 因为现在升到2.0版嘛 那其实跟听众朋友说 哇谢谢牛奶爸 当年就他鼓励我去申请这个账号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才有机会 每天都受到我的祝福小语 对不对 可是我还没有在Lineat跟大家讲 可是我在演讲的时候都跟大家讲 我说现在要这样改版 我是没有办法付这个费 因为我现在大概一个月付一千块嘛 那我就 奶爸反正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就跟你讲说 我现在大概一万八千名 对对对 我看到 这个会员嘛 那我就是每天发这个祝福小语 其实我没在卖东西 也没在干嘛 我就是这样而已 就真的是跟大家交朋友来的 可是我就不太懂 他现在他还说 是你跟我讲 他说2.0之后要强迫升级 那他那个群发的讯息 因为我在演讲的时候 跟我的学员跟听女孩 他们都很失望 我说我再也花不起这个钱了 所以从他自动升级之后 你们就再也收不到那祝福小语 那你知道吗 因为演讲的时候就群情激愤 他们就说 他们愿意看我一个月要收多少钱 那我当然要问一下 牛奶爸说 他们现在都说愿意付费收到这个 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执行这个 不过我先问问奶爸 就是他这个群发到底是怎么算 因为你有记那个公司 我也是看不懂 像我现在有一万八千个会员 那我每天早上发一折 这样是算一折还是算一万八千折 一万八千个人发一折 就是一万八千折 对啊 为什么有可能消费的 姐姐在吓死了 你那天帮我算完之后 我发现我一个月要花 好几万 不只耶 很恐怖耶 如果是每天发的话 你那么多人的话 一万八乘以三十嘛 因为他有一个 三十天 他有一个基准月费 比如说现在新版是 好几千了 四千块的月费的话 可以发两万五千折 超过两万五千折以上 每一折零点一五块来计算 两万五千折 我觉得两天就超过了 我两天就三万六了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费用会很恐怖 各位亲爱的朋友 哎呦我们五若全祝福小雨 要打烊了 被这残酷的商业机制 真的是太残忍了 有可能要改成 还是回到email去 但是不见得便宜 对啊 可是你要听我的朋友 我觉得 其实他已经享受 我根本他们家也习惯到怎样 我会说礼拜天 觉得说不要太打扰大家 我就九点发 就有人会在八点五十九分提醒我说 若全你今天忘了发祝福小雨 可是我得到 什么每个月要付出这么多钱 然后现在要更多钱 现在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直接订阅 您的YouTube频道 然后呢 然后你的YouTube可以尽量 每天八十五小雨 我看没办法了 每天录一整影片吧 可以 手机拿出来录 其实只要一分钟就好了 或是几秒钟就好了 因为手机影片一录完 你就马上手机发出去 然后他们只要有按你的铃铛的话 他们就会收到email通知 我跟你讲这又是您今天来解救我的关键 就是我那个吴若全幸福书房的YouTube吧 对 就是大概有六万多 六万六点三万吗 对 可是我告诉你 我觉得他们都没按铃铛 对 很多人都只是按了那个订阅 就觉得说 吴老师我对你有交代 对 其实你要按那个铃铛 而且那个铃铛 我觉得跟脸书一样复杂 他要选择收到所有通知 预设是这样啦 预设就是收到所有通知 对 然后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觉得 怎么一个影片发出去 这么久才慢慢到 不是有六万多人订阅我的频道吗 其实大家都没在看了 对 他其实 脸书有一些演算法 就他 比如说你有六万人订阅 你一发出去的当下 不是六万人马上就收到 他也会分批发送 他会一发送去的时候 他会先去看 那他们有没有点进来看 如果点进来看的人不多 他就放弃这一则 对 他就不会再继续帮你推播 对 我的制作人有跟我聊到这个 那以这个YouTube来说 引你的观察 比如说以我这样的 无肉犬幸福书房 其实真的是 我们也是为社会做义工 我也没有什么业配 就推广阅读章 那 究竟是假日发好 还是平日发好 其实 观众的习惯 你让他们养成习惯就可以了 比如说 你想要每天晚上九点发 就固定晚上九点发 让他们养成习惯 对 那因为可以排成嘛 比如说你早上可能五点就录好了 下午五点就录好了 可是晚上九点发 你就把它排成到晚上九点发 我告诉你 我现在的经验 连续假日发真的不好 大家都在吃喝玩乐 然后 就不看了 你要是一发出去 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没有一直推播到 有人点阅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支影片 可能没什么人爱看 有点浪费 对 就有点浪费掉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再请牛奶爸来教大家 如果你要用LINE AT这样的商家的话 应该注意些什么 欢迎继续回到中文流行网 收听没事 来哈啦 我是乌肉泉 你们今天很幸运 我请我的老师来教我 然后顺便教大家 他是在网络行销上面 非常权威 很有经验的 刘奶爸 网络上面搜寻 毛巾刀流 就是奶爸 那个奶爸 就可以找到 他很多 网络行销上面的经验 透过影片 文章 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讲到 2019年的行销的趋势 刚才讲到了 YouTube的兴起 IG成为你要跟 35岁以下年轻人沟通 很重要的平台 那么第三 我们讲到的是LINE AT 因为呢 在几年前呢 成为一个偏又好用的 推播的工具之后 他发现这个商机 所以今年要强迫改版 LINE AT 2.0版 那牛奶爸 像我这样 因为没有商业支持 已经没办法经营下去了 LINE AT 他把我强迫升级到2.0 我有写信去问他 我说那我不要 我不要这个功能 那怎么办 他也没有回答我 他你知道吗 他很厉害 他回答一个说 2.0版有非常强大功能 我还希望你继续使用 他完全对我没有放弃 那我应该怎么去告诉他 我不要再付 因为你知道吗 他信用卡给他 他每个月自动扣款 但是因为之后 在5月22号之后 第一个方法是 自己可以手动升级成LINE 2.0官方账号 那如果你不升级的话 可以一直用到9月的时候 我记得9月中吧 他会强迫升级 强迫升级之后 我在猜 因为现在还没到 我在猜就是 如果你将来 因为我们现在是付一个月798 将来的话起跳是800块 那如果你不付的话 因为升级完毕之后 如果你不 他应该会有一个继续 要不要继续的那个 希望有 对 不然我这么忙 你还不然你这样 9月1号通知我一下 不然他等一下继续给我扣下去 然后我那个群发再发出去 我一个月我要付再几十万 怎么有可能 对 所以他之后应该会 应该有一个公告 就是看你要不要续用 对 如果你续用的话 比如800块 一个月就只能发个4000折吧 然后4000块才能发25000折 所以再上去 上去的话 费用真的是很可观 所以现在的几个解套方案是说 上次我跟你提到的就是 安装那个 外挂 API的 对 API的厂商他们提供外挂 但是那些外挂他们是说 他可以让你自行去指定 你要发给谁 自行指定 你自认为哪些是VIP 你把它下标签 然后你把它选起来 然后发讯息的时候 只发给这一群人 那其他人呢 他们平常不太理你不回复的 一刚开始呢 我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想要持续收到的人 请回我讯息 我再帮他们下标签 假设说18000人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多人 真的有收 18000人里面搞不好 只有6000人要收 将来我群发之后 我就知道 好啦 我只会群发这一群人就好了 所以有一个外挂工具的话 就是帮你去 审核掉那些 你要的 过滤掉你要的 可是现在LINE AD的后台 它其实都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你发18000人出去 有多少人点阅吗 我记得我看过这个数字 互动力 多少人点阅 其实我觉得那个 不准 我不敢说不准 但是你还是很难去 真的了解 就一定要有愿意 譬如说我每个月收50块 你愿意付费的人 就是回答 那就表示他们真的是有乐 对 对 就是这样 像我一个客户 他们他是说 我就是要卖股票资讯 那有付费的我才要给他 所以他就一定要装这个API的外挂软体 他才能够 他才能够分辨 对对对对 可是这个外挂软体也是要付费的 我记得好几千块 目前已经有好几家了 那有些他们是用每个月 承租的费用 有些是卖断 这是什么人开发出来 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 这外挂软体 台湾 对 台湾有很多家 对 就是LINE他们的代理商 有很多家 去开发这个API的外挂软体 所以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只要有LINE这个账号 然后你付基本的费用 你就可以加外挂软体去达成 在LINE上面不用收费 但是可以群发的功能 不是 不是 之后新版的话 你就算没有付月费给LINE公司 你还是可以用这个API的外挂软体 但是你钱是付给那个外挂软体的公司 它等于是第三方软体 可是它有加在你的LINE ADD上面 的功能 等于是扩充你的LINE ADD功能 对 可是我没有缴钱 这个我的LINE ADD这个群组还会存在吗 会存在 因为它升级之后 它还是一样把你的那些追踪者一样会升上去 都会带进去 是 那ADD应该很快就发现有别人在利用它的平台做生意了吧 也不是利用 因为它开放的啊 所以API就是说我原厂有开放这个API软体 让你们每一个系统开发商去借接 扩充我的LINE ADD的功能 那我本身LINE官方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你们 第三方厂商你们去开发没关系 其实等于是帮他做生意 其实这个第三方的API的功能其实很需要啦 因为LINE并没有面面具到照顾到每一个商家 比如说火锅店啊 洗衣店啊 这些应用的需要嘛 有人可以预约 订位置啊 其实早期就像我在Microsoft工作一样 你有Excel 可是你很需要很多外挂的程式 第三方 去资源很多 其实当年我在网络工作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部分是很积极的 就我们会跟工作人士去各行各业 开非常多的研讨会 然后开放这些城市嘛 那叫他们 因为当时的网络的想法 就是说外挂的程式越多 那我用这个软体的人就会越多 其实是用这个思考在想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刚才讲 这个概念明明有利益冲突啊 因为如果大家都去用外挂 那城市公司的这些应用软体 大家就不用把钱交给 那个LINE AD的群发官 要因为在群发的这个方面 并不是说你有了外挂的软体 你群发就不用钱 你群发一样要套用到 LINE官方本身的规则 你要群发几封 所以只是它可以筛选 对对对 主要过滤 比如说你刚才讲 那个有没有回应我 它是不是我的VIP 甚至就是能不能 因为做行销嘛 就要看TA嘛 就是看我的性别年龄 然后大概比如说住在哪里 你这一则讯息 比如说我在高雄办奖座 我大概就只发给高雄 我就不用再发给台北的人 您刚刚讲到这个 刚好新版的就 连免费账号也有这个功能 这个叫初步筛选 就是根据地区 甚至你的手机 作业系统 还有加入的时间点 还有你住哪边 这几个是免费账号也有的功能 好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再让牛奶爸来教教大家 免费账号的LINE AT 应该要怎么用 欢迎继续回到中网流行网 收听没事来哈啦 我是乌洛权 今天为各行各业 小商店们 还有中小型企业跟大公司 以及你个人 如果你是一个政治人物 非常需要用到个人品牌的 其实我知道很多政治人物 都有LINE AT 这下就还 一个月要花 如果照以前那样发 应该要花个一二十万 都有可能 如果那么频繁的 在发讯息 跟你的受众沟通的话 那今天来教我们的是 在网路行销上面 真的累积非常丰富的经验 我的九年前就认识 他的牛奶爸 九年来在他的指导 跟协助之下 也利用这个网路行销 很多工具啊 跟我们听众朋友 建立的更紧密的关系 不过这二号马上要来了 这个九月 我们LINE AT 要升级到2.0版 这样一个月要花几十万 我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的若全幸福小语 请你们要珍惜哦 就到八月底了 好来 奶爸你刚才讲说 免费功能 听起来免费功能 都四个字就觉得好开心 可是这样做不了什么事啊 他其实是说 目前新版的就算是你免费 你都完全不付任何月费的话 我所有功能还是开放给你用 那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利用的是 他免费账号可以群发500折 500折 那我之前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我自己自己有另外一个分身账号 这个账号已经2000多个人 我要群发的时候 是完全没办法群发 如果不付费用的话 如果都完全不付钱是没办法群发的 因为已经超过1000人 因为之前是1000人内免费嘛 所以超过1000人的状况下 糟糕我不能群发怎么办 后来想到一个方法就是 我只要把它升级成新的方案的话 我至少可以群发给500人 为什么 因为它新版的功能就是 它开放让你可以去filter 就是去过滤你地区或者是 加入的这个人的时间点 比如说这一个月加入的多少人 那这个月不会超过500人嘛 我就可以群发了 所以是一个月允许500折 对一个月内允许500折 免费账号也可以 所以我只要升级上去之后 这个方法不错 那我在想 譬如说 我就用一个方法就是 我只要去群发 针对这个月加入的人就好了 我每次都做这件事就好了 那比较早期加入的人呢 算了收不到就算了 因为他曾经收过 可是他还是不买单 那就算了 这是一种销售策略的考虑了 对 就针对那些比较近期加入的人 让他收到就好了 对 那您是专家嘛 就您认为 这一波LINE AD的升级 对于这整个行销市场上面的冲击 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 让这个自己的社群平台 更精准 应该是说 大家会知道鸡蛋不要放同一个篮子 然后就会比较积极的去布局每一个社群平台 你可能FB啊 IG啊 以前可能不太经营的 或者是部落格 大家可能都忘记了 其实部落格到底有多重要 看牛奶罢了就知道 因为在SEO里面被搜寻到 能不能被客户搜寻到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又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 所以搞不好回来回到最后是部落格 对内容行销它还是根本 目前看起来是耶 因为它至少要目前你要放文字图片影音都不用紧啊 连结也随便你放啊 对 不过部落格就是它比较是被动着别人来搜寻你嘛 你比较没有办法去做很主动的推播嘛 但是相对的你只要能够被搜到的话 代表那一个人是精准的 那我们在这个文章里面 我们一定要做布局 就是他看完这篇文章之后 你怎么样拿到对方的 譬如说手机号码或者是email 他愿不愿意填 那你说你就要布局 你能够送他一个什么东西 我跟各位说LINE AT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一旦加入好友之后 他是不是会自动送一个自动回应的欢迎讯息 那欢迎讯息非常的重要 你要不要好好去利用这个欢迎讯息 譬如说我今天要送给你一个教学影片 要怎么送 我不会白白送给你 你一定要加入我的好友 我才会送给你 问题是我在睡觉我怎么送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自动回复 对自动回复的功能 这个功能非常好用 你不要只是说欢迎你加入 就这样就没了 不行 你一定要说欢迎你加入 这是我送给你的奖品 然后把那个教学影片贴在那边 然后你在blog或到处或脸书到处贴 提供大家这个好处的时候就要告诉他说 你想得到这个教学吗 请你教我的LINE LINE的好友 然后让他自动把这个讯息送给对方 你就得到这个人的名单了 可是你就必须要真正的就是 把LINE当做你未来行销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对 那相对就是你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才有办法 对 但是现在新版了 他的一对一聊天功能 我觉得做得很不错 这是大家还不知道的 因为这两个 这最近才开放而已 所以我发现他一个功能就是 他可以对你曾经一对一聊天过的人下标签 所以我可以把我觉得很重要的人下标签 之后我只要搜寻这个标签 就可以把那些人全部捞出来 我可以请问每一个业务人员 谁负责哪一个标签的人 谁负责哪一个标签的人 你就自己用这个工具跟他聊天 所以即使你的LINE是免费的 你还是可以利用聊天功能 把订单要回来 以你推估就是在升级之前 LINE的用户现在在台湾大概有多少 LINE的用户几万人 几万人 对 那您觉得这一次的升级会增加几万人 还是会减少多少 来我们来那个铁板神算一下 我觉得会有 坦白讲会有一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消失 但是我觉得是个好现象 反正用的人少 我们愿意群发的人机会就大 因为现在发的人太多了 不是我们是你愿意群发的人 我跟你现在是不同国的 除非你可以帮我们找到更好的机会点 不过也让大家 我觉得啦 虽然我可能是会退却 可是就是去无存经 就在这个平台上面 让那个有能力用 而且能够透过这个工具 能够营造更多价值 他真的可以发挥他的好处 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可以想这样 就是说本来你是每天发嘛 我们不要 我们就改成一个月发一次就好了 但是这一次的 而且要精选那五百个人发 对 这一次的值根量就很高 而且搞不好他们会很珍惜 对不对 而且我看到你的影片上面说 这五百则是可以包括图片文字跟那个图案的 就这三个加起来是一则 对不对 所以要善加利用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刘海爸来教我们 网路行销的最新发展区 在Lite App上面给了很多详细的解说 如果你们还想要知道更多 那么就上他的网站 或他的各式样的平台去搜寻